今天早上一个强烈台风袭击了台湾南部的海岸 虽然这次长台几个小时前才登陆了 但是向往人数不少 因为这次的反暴带来了暴雨与长风情形 台湾各地的居民都有朋友或家人因为台风的到来就受伤了 韩总统已经宣布了今天与明天台湾各县市都停班停课 总统希望大家都能援手帮助自己的家人与社区 台风还没离开台湾 所以事情是建议大家这几天不要出门保持安全